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新北市议员 李宗盛 欢迎收看虎年赫岁 首座迎新春 今天我们要做的DIY 就是我们的幸运手环 这个是我们打扬的一依依 一心一意为你服务这样 对 可以打扬他 也可以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这个 它这个是已经之前先 最近才采收下来的 所以颜色比较黑一点 老师所以这是你处理过后的 那没有处理之前的是 怎么样 长得这样 跟你一样漂亮 这个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以前的这个 油达斯爐雅鳍 雅鳍他们因为早期 那个我们的太牙勇士 他们打到的猎物 都可以拿来当装饰品 可是妇女不可以带那些 比較醒目的牙齒啦 還有瘦骨 所以他們就在山上找到這個藝衣 野生的 對 那麼聽說在山下 好像就是我們要吃的那個藝人的樣子 可是以前我們的老人家 把這個拿來煮 煮了大半天都煮不熟 所以不吃它了 反而拿來做裝飾品 所以煮完之後就是硬的 對 煮了大半天就是還很硬 所以我們就不吃它了 可是他們發現 這個把裡面那個雜質有沒有 把它去掉的時候 喔 爆出有一個天然的小孔有沒有 所以那孔不是自己打下來的 沒有 我們也不用別的這個 其他的工具去特別的去打它 只要把那個雜質把它抽掉 剝掉它就有一個天然的小孔 來看我表演 哎呀 撒比兒 看一下 撒比兒 沒有耶 我失敗了 老師 那現在我們要使用這個現代的鋼線 去材料行買的話 那老師傳統上是用什麼材質 喔 用那個麻線 麻線 所以我們的鑄麻 多功能 對 那個麻線可以織衣服 然後給它碾線 細線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傳起來 那現在的話 因為我們也結合科學 科技 現代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一點現代版的東西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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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把它拉開了以後 是不是 之前我已經在尾巴有打一個小圓圈 對 那是底部 喔 它不是這樣子喔 它當然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啦 應該是這個啦 這個給你這個 所以你看我的意義 喔 來 好漂亮喔 有沒有 怎麼那麼漂亮喔 很漂亮喔 所以呢 你做完的時候 送給女朋友可以這樣子帶 對齁 對齁 你看喔 它是細餅 它是骨頭的 我有比較細嗎 對 我的手 好像跟你一樣細你的手 你自己讓我們按照順序這樣 圓圈這樣 對 好 你看我們的意義 好漂亮喔 就很有特色喔 對啊 對 而且這個是有算好的 所以我們會有呈現一個 喔 一個弧度 對 對 所以這個男孩子帶也滿不錯 黑色女孩子帶也很突出 所以 對 我女朋友也喜歡黑色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拉一下 所以這個結婚的時候可以 可以喔 好 可以拉打 好酷喔 有沒有看到紋路 對 有一種斜的 對 好 今天我們就坐這邊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好 很簡單 它的口訣 第一顆就是意義 好 好 你先把那個頭 先把它找出來給 頭在這邊 對 剛剛我說有打個小圓圈的 就是我們的底部對不對 對 所以你把頭抓出來以後 對 來 請你找一個 你覺得很漂亮的意義 這裡我幫你挑了一些 這邊最漂亮 比較白一點 搭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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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哪裡 這裡 這裡 隨便挑一顆 我挑一顆很漂亮的喔 對 好 然後呢 因為它這個有尖的頭跟比較寬的 對 我們從寬的底部把它慢慢的穿進去 寬的底部下去 對 尖的是頭 所以才叫做 那如果太硬的話 因為這個殼很硬 對 你就稍微轉一轉 有 我有感受到它的呢 對 好 那可以嗎 可以 好 那要給它用到最底部嗎 當然 放到最底部 然後呢 接下來很簡單 12顆黑色的豬 12顆黑色的 對 你說小豬嗎 小豬 就是這個亮的黑豬 好 不是山上的黑豬 是12顆小黑豬 好 迷你豬 我以為是山豬耶 你的孫女應該比較喜歡看佩佩豬 對 對 對 很多小朋友也比較喜歡看佩佩豬 如果你在做的時候 你的鋼線會打結 或是找不出頭緒的話 你就順著這個圓圈 把它繞繞繞 這怎麼按 這直接 好 黑豬12顆 直接1 我先數好12好了 對 你先數12 不用啦 你找到一顆黑豬 找到它的孔 穿過去 3 4 你還要算喔 1 7 8 9 11 11 哇這個 凡事都要在那個計畫內 數數 對對對 不然我會搞混那個順序 我看一下 12顆 對 我們那個什麼烏來部落啊 嗯 不是有做那個什麼 那個 知藝廊道 有 也跟這個印象也蠻像喔 呃 我做的東西都是跟我們打樣的文化相關的東西 所以像這個 黑豬 給大家叫做 黑豬 對 你就可以種 然後拿來做我們的這個 附贈的產業之一 對 因為我現在在做就是 第一個文化附贈 語言附贈 那文化附贈其中一環就是食農教育 食材農業這樣子 那我們老師其實除了這個意義以外呢 他還有自己去做那個去種柱麻對不對 對 欸我有種 你是最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種柱麻其實不多人 而且種柱麻很辛苦 很辛苦 那個要長長的存草 對 那為什麼早期就是說 在整個原住民的社會 我們的柱麻慢慢消失 OK 我們消失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都覺得柱麻它不是有價的經濟作物 那我們老師其實在種那個柱麻的時候 他慢慢已經轉型了 他自己種柱麻 然後自己處理它之後自己去織布 對 那是我們一連貫文化的重現 所以我今天我真的很崇拜老師 你知道嗎 如果妳年輕個20歲 欸 好那一顆加上去了嗎 對加上去了 加上去 然後再一顆黑豬小黑豬 一顆不是12顆 沒有我們這個要配 你看齁 這裡有一二三 所以中間還要間隔一顆 好 那為什麼是黑的不是紅的呢 紅的也可以 但是黑的我覺得很高貴 而且很神秘 但是紅的也很火熱啊 對啊 像這種的就是很紅 那我們又神秘又火熱好不好 原來我的手又紅的 那不然這樣好了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現在做的是這種對不對 對 好那我這兩顆用紅的 可以啊 然後長的用黑的 也是可以啊 這個就是創意設計 好 所以這個我們沒有一定的那個 只是說我當時做的時候 我喜歡這樣的紋路 所以你可以呈現出各種不同的樣子 所以我可以隨心所欲囉 對 那妳就把妳最好的設計做出來 送給妳的女朋友 好 妳說這個如果穿不進去要轉一轉 一顆紅的一顆意義 對 然後呢 然後再一顆紅的 再一顆紅的 你這樣的話變成有一點邊邊再搭配 像這樣子有沒有 對 像有這樣子 然後再一顆意義 對 我覺得我們的文化目前面臨的是一個 斷層的狀態 所以我在當議員的時候 我很努力在這些文化傳承 但文化傳承其實 他的工作是很很繁雜 而且很重大的 然後並不是馬上就看得到成績 像比如說我們做那個民族實驗小學 那個沒有12年是看不出成績的 對 沒錯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把它成立起來了 那那個部落的那個學校 出了學校就是部落 看那個環境多好 本來就是要這樣子 那但是有一些孩子會覺得說 我去學文化我未來沒有未來 我賺不到錢 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原住民的知識體系 中央做大學 那我們新北從幼稚園做到高中 那你學族語啊 然後學一些那個森林智慧或傳統智慧 對 你是未來是有錢賺的 對 你到那個圓文會圓民會去工作 喔那個都不得了的 對 所以各位族人不要忘記喔 學習文化也是可以賺錢的 不要覺得說學習文化只是一股熱忱而已 它是有經濟價值的 那為什麼我是說文化要結合觀光 因為以往大家都覺得 屋來最珍貴的是溫泉 是瀑布 如果少了泰雅族的文化 溫泉不過是比較熱的水 如果少了泰雅文化 瀑布不過是水量比較大的地方 所以真正屋來要融會貫通的精神 就是原住民的文化 那但是以往我覺得 因為我們很多這個商家 或是業者啊 他們只著重在溫泉 但是就不著重在文化 所以屋來 基本上客人來一次就不來了 但是你看那個很多原鄉 他們好棒喔 把那個文化做得多好 他們客人會一直回去 因為不論是台灣本島的 本國的 或者是外國來的旅客 他們要看到是真正台灣的東西 而東西不是你實體上看到 你不要看我們現在做這個意義 它雖然實體上它是一個手勢 但它對我們泰雅族而言 它是一個傳承的意涵 它不只是手環 它是我們的寶貝 對 如果我們的文化再慢慢一點點消失了 我們還可以當原住民多久 對不對 那我剛剛發表這麼大一串 你看老師已經快做完了 長快了 長快了 我現在做到哪裡了 我看 一個意義 一個紅 然後再一個意義 再一個紅 以往三十年 屋來的政治人物都會喊 一部落一特色 但真正做到的只有我 三十年來都在講 我們要做什麼 福山可以做的是深度旅遊跟教育旅遊 所謂教育旅遊就是這個民族實驗小學 那信賢可以做什麼呢 它可以做這個內東 福利子 分多金 那屋來呢 是文化旅遊 我們全屋來最多工坊的聚集地 就在屋來部落 對 我們屋來部落有那麼多子女 你不利用他們 好好的利用 沒錯 對不對 你可以被我利用一下嗎 可以 請多多利用 對不對 我們屋來又做文化旅遊 那中置呢 又產業旅遊 我們中置那麼多土地 那麼多這個產業道路 你不把它發展起來多可惜啊 但是我們現在屋來面臨的是一個 各個作物都是產量不夠的狀況 所以產量拉出來 銷售平台做出來 然後把文化做出來 老師接下來就是十二顆黑色嘛 對對對 一樣的那個順序嘛 一樣 一組一組一直累可以 一二三次 那麼厲害 六七八九十六 十一十二 此一十二 肥子豁不住 一定要 肥子豁就是頭腦很好 肚腦很好 肚子豁vic會不會 肚腦不好 就是肚子豁今天 Patienten 做這些文化產業的附贈嗎 藝人之前有做過這個手環嗎 我沒有做過 我是第一次做 對 但是我覺得 好像蠻厲害的我耶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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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所以我這樣做了 如果有一個差錯 我一顆做錯了 我整條就要重來了 對 真的 因為它的紋路就不太對了 你是一個很要求自己的人 蠻要求的 你看我連那個一顆一顆 都要先數完 數完我才做 那個是可以展現 每一個人不同的個性 因為我喜歡就是 我不喜歡太多意外 對 太多意外會讓我覺得 事情很難掌控 老師你覺得我做得怎麼樣 很漂亮啊 真的喔 對 我們平常老師在評分 最高分是100分 你的已經到120分了 漂亮一下 有何方 因為藝人的專業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口才特加 行銷 討問別人 施壓別人 好 那老師我今天要發揮我的專業跟所詳 好 考老師一個問題 打開啦 太嚴重了吧 太嚴肅了吧 老師因為你是我們屋萊 有頂頂大名的織布老師 那又是很多遊客來到屋萊必經之地 你會不會唱織布歌 織布歌很簡單 想問這真的 漫... 是 自己build人最後的歌 不買 非常歸 你 我 design 這個故事是衣服的意思 對 我還好先把它拉緊 修一下對不對 對 然後剪的時候還不是全部剪掉 你要預留一個轉小圓圈的位置 所以這個就浪費掉 你說像捲那個剛剛底部的這個 所以開頭結尾都是這麼走的 對 他怎麼會這樣 我們老師說怎麼會這樣 我的眼睛壞掉了 我想說他不是有戴老花眼睛嗎 還是不夠 很好看耶 對不對 我來戴看看 這很像那個 我來戴看看我的 你的是這樣繞 對 這樣 完成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放過來 讓我們大家看一下 不知情的 還以為我戴著Cucci的 欸 有沒有像 真的像 這個 就是我今天做的串珠 是不是跟我很搭 所以帥的人呢 就要有帥的串珠 而且這個串珠呢 是主臨所祝福的串珠 新的一年 馬健跟汪老師要祝福大家 虎虎生風一整年 拜拜 拜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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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